黄河为什么为世界上泥沙含量最多的河流 滚滚泥沙又是从河而来 源源不断的泥沙让我们的生存空间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把下游河道变成沉积的越来越高变成地上 在漫长的地质变迁中 黄河又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呢 水下的博弈地地中国即将播出 水下的博物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您知道地球到月球距离有多远吗 据科学推算 说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离是38万4千公里 再问一个问题 您知道黄河的泥沙有多少 有人估算过 说黄河的泥沙长期的平均数是16亿吨 如果将黄河一年的泥沙量堆成高宽各一米的土地 其长度将是地球到月球距离的三倍 可以绕赤道 地球的赤道27圈 这个比喻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黄河泥沙量之大 那么黄河这么多的泥沙究竟是从哪来的呢 拥有如此多泥沙的黄河又是怎样的一条河流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块跟您去认识一下我们的母亲河 黄河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 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八沿喀拉山北路 全长5464公里 分别流经青海 甘肃 宁夏 内蒙古 山西 陕西 河南 山东等九个省区 最后经山东北部驻入渤海 从空中俯瞰黄河 它就像一个巨大的脊子 又像一条黄色的飘带穿梭于中华大地之上 为什么说黄河是一条黄色的飘带呢 因为黄河水中含有大量的泥沙 黄河是世界上泥沙含量最多的河流 据统计黄河年均流量有580亿立方米 其中输沙量就占了16亿吨 这些泥沙大概有4亿吨 预计在下游河道里面 那么黄河的泥沙是从哪里来的呢 黄河泥沙是从中游黄土高原寝室来的 它这个气候是属于季风气候 降水比较少是集中在下游 往往是以暴雨的形式降下来 所以这个被黄土的侵蚀就比较厉害 再加上黄土啊 它的这个结构啊比较疏松 又有垂直结理 所以遇到暴雨啊 再加上植被的覆盖相对比较低 所以它就容易造成侵蚀 游连园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主要从事河流地貌的研究 每年黄土高原 根据以往的历年来的统计 有22亿灯的泥沙 这些泥沙大部分都要跑到黄河里面去 大概根据那个历年来统计测量的数字 大概有16亿灯 这就是黄土高原的这个照片 上面是千个万赫 大量的泥沙就被从事里面被带下来了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来到中国 对黄土高原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有的山球像巨大的城堡 有的像滚圆的馒头 有的像被巨手撕裂的钢鸾 上面还留着粗暴的纸痕 沟壳纵横的黄土高原 正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 黄土高原每年被侵蚀掉的表土 有22亿吨 侵蚀强度是全世界平均数的 3.36倍 63万多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 水土流失的面积就达到了43万平方公里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强烈的地方 一平方公里的土地 每年可以冲刷掉2万到3万吨泥沙 有人做过这样的估计 一立方米的黄河水平均就有35公斤的泥沙 而我国的第一大河长江 一个立方米长江水里面还不到一公斤泥沙 也就是说黄河的含沙量相当于长江的35倍 那么每年源源不断地向黄河输送泥沙的黄土高原 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咱们国家的这个西北地区啊 是从这个半干旱地区过渡到干旱地区 这个从蒙古高原和新疆 以及亚洲大陆 欧亚大陆的中部啊 都是汲口比较干旱的 这种干旱的这个沙漠隔壁 每一道这个冬季和春季啊 这个寒冷的这个空气啊 就从这个沙漠的湖地 欧亚大陆的湖地 把这个沙尘啊就卷啊卷阳起来 带到这个东南地区 那么它在这个潜进过程当中啊 风速就逐渐减少啊 遇到这个尤其遇到东面的这个 相对比较湿润的空气啊 它就逐渐就沉降下来 啊就在黄土高原地区啊 这个经过700万年的沉积 就形成了这个黄土高原 由戈壁滩的沙尘堆积出的黄土高原 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一个北起长城 南至秦岭 西底日月山 东达太行山 面积63万多平方公里 范围包括青海 甘肃 宁夏 陕西 山西 河南六省区 厚度在50米到300米之间的黄土覆盖层 黄河的中游 就进入了这个黄土覆盖的高原地带 黄河分成上中下 上中下游三个段 从这里大概是在这里这个位置 成为河口镇 有个地方内蒙跟山西的交界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河口镇 这个以上黄河的上游 河口镇到什么地方呢 大概到这个地方 桃花日 这个地方镇州往上一点 这一段称为中游 桃花日以下 成为下游 黄河的上游 水是很清的 这个地方 有个地方叫贵德 青海上有贵德县 很著名的一句话 天下黄河贵德清 就是说 这个地方 你去看看这个水 很碧绿的 很清晰间谍 为什么上游这一段 很清 因为上游来的泥沙很少 那么这一片 从这里 大概是这里 吕梁山 这边是到 北边到 长城 这个南边一点 一直到甘索这边 这一片呢 是黄土高原的范围 就是我刚才讲的 黄土高原的范围 黄河的泥沙 绝大部分 多是从黄土高原以后 跑到这个 中游 跑到这个黄河里面来 所以 从这个地方开始 河河增开始 黄河的泥沙 黄河水里的泥沙 就结局地增加 黄河水 就变浑了 遇到下游 越多 黄河进入中游后 河水逐渐变黄 跟黄河中游的支流 有很大关系 很多支流流进黄土高原 给黄河带来了 大量的泥沙 另外 由于人类活动 对植被的破坏 导致黄土高原 水土流失严重 流进黄土高原的支流 裹挟着泥沙 源源不断地流进 黄河主河道 那么 在注入黄河的支流中 哪一条河流的寒沙量 最大呢 进入黄土高原后的黄河 正值它的中上游河段 长达309公里 约占黄河全长的55% 整个黄河流域中的 76条一级支流 有73条是在这一段 汇入黄河的 这些支流在汇入黄河的同时 也逐渐让原本清澈的黄河水 改变了颜色 从甘肃刘家辖入黄的陶河 是黄河接纳的第一条输沙河 每年有2900多万吨的泥沙 从陶河进入了黄河水系 我们看到 陶河水融入这一段黄河时 浑黄和清绿 有着明显的分界线 黄河的支流啊 有的时候它的寒山量 比黄河还要高 可以到处 一方水里有多少 一吨 1000公斤 那就是完全是泥浆了 江河 黄土地上大量泥沙 由大小沟壑冲入支流 由支流带入干流 使黄河由一条原本 并不浑浊的河流 变成了一条 浊浪滔滔的泥河 从战国时期 黄河也有浊河之称 西汉时 就有河水一旦 齐泥六斗的说法 到明清时期 泥沙更是与日俱增 在暴雨季节出现江河现象 有的高寒沙量河段 浮力很大 以至于小孩跳入河中 都可以躺在水面上玩耍 而不沉默 因而 有掉进黄河烟不死的说法 黄河有这个名字 真正有这个名字 还是汉代才有 在春秋和春秋之前 黄河水 神经是 许多地方是清的 在诗经里面 卫风 发坛 几首诗里面都讲 看看发淡系 君子何之干系 河水清气涟漪 这个河就是黄河 刚才我们从片中可以看到 来自黄土高原的巨量的泥沙 把一条原本清澈的河流 变成了 灼浪滔滔的泥河 而这正是黄河中下游地区 自古以来 经常出现绝口 造成河水泛滥的主要原因 那么黄河的泥沙 究竟给人类 带来了哪些危害呢 人类有没有办法 把这种危害 降到最低呢 这些泥沙预计在黄河里 造成了黄河下游的漫溢 绝口和改道 据文献记载 从先秦到民国时期的 2500多年里 黄河下游漫溢绝口改道 约有1500多次 所以就有了 三年两绝口 百年一改道的提法 泥沙对黄河的危害 主要是把下游河道 变成沉积的越来越高 变成地上游 黄河在三门峡冲出峡口 向东130公里后 流行河南省中部 一个叫桃花渝的地方 进入平原地区 称为下游 这是黄河地上悬河的开始 站在郑州以北的 芒山山顶向东望去 河面宽度有300米 聚增至3000米 最宽处竟达20公里 河道的变宽造成河水流速的减慢 疏沙能力降低 泥沙开始在这一段形成堆积 使河床不断抬高 摊面一般高出 堤外地面3至5米 部分河床甚至高出地面10米以上 黄河北岸 这座建于宋代的13层古塔 由于黄河泛滥 泥沙淤济 塔座已经掩埋在地下 地面上只有12层了 郑州到开封的河端 历来是全河最危险的河端 泥沙沉济 是黄河河床 每年抬高10厘米 河床的抬高 是两岸大堤随之架高 地上悬河一旦掘口 河水就会从上而下 清朝泄出 大的掘口还会形成改道 从下朝开始 我们就听说过 大雨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 而到了今天 对黄河的治理 大家基本达成了共识 那就是治河先治沙 我国对黄河泥沙的研究 始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 而要说到对黄河泥沙的研究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国际著名的泥沙专家钱宁 钱宁教授最大的贡献之一 就是提出了黄河的粗沙和细沙的分类 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看 这个粗沙和细沙 曹文宏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泥沙研究所所长 长期从事泥沙研究 第六届前宁泥沙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用这种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仪器设备 来测出泥沙的大小 是吧 在黄河上来讲 我们就说 大于0.05毫米的粗沙 0.025到0.05之间的中沙 小于0.025毫米的泥沙 就是细沙 那么对黄河下游危害最大的 就是大于0.05毫米的粗沙 黄河下游的预计 很多很大于一部分 都是这部分的泥沙 就遇到黄河下游的 那么小于0.05的这些泥沙 就是细沙 基本上它是 大部分都输送到下游 完了进入黄河口 在黄河上 真正把黄河变成地上悬河的 是平均每年4亿多吨的粗沙 这就是在显微镜下的泥沙标本 为了揭开黄河下游粗沙的真实面目 研究人员在显微镜下 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 用一根特质的探针 拨动从黄河下游取样的泥沙 结果发现 它们表现出来很强的粘性 实际上 这些所谓的黄河粗沙 在土壤学中 仍旧是一种细腻的土壤颗粒 由它们所组成的淤积层 实际上就是一层粘性很强的胶泥 在黄河下游 正是这种粘性很强的胶泥 像牛皮糖一样粘在河底 一层层的积累 直到形成非常顽固 能抗拒水量冲击的特殊淤积层 在流速相对缓慢的河湾地段 这种淤积会变本加厉 使河道宣泄洪水的能力受到限制 形成辖口河段 黄河粗沙区的面积大约有8万6千多平方公里 大家看我身后的图 红色的部分就是粗沙区的分布范围 这里面包括陕西的北部 中部 西部 甘肃的北部 内蒙古的南部等等 来自粗沙区的泥沙是导致黄河下游灾害的主要原因 为了减少黄河泥沙对人类的不利影响 让黄河泥沙更好地造福人类 人们到底采取了哪些制沙的措施呢 人工扰沙和调水调沙是黄河泥沙治理中比较常见的办法 人工扰沙主要是通过机械手段将预计在河底的粗沙搅起 让高寒沙量泥沙喷向黄河主河道 并最终流向大海 1999年10月开始 正式蓄水的小浪泥水库 平均每年淤积来自上游的泥沙三亿五千万吨 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 这座水库已经淤积了大约二十亿吨黄河丛沙 为了延长小浪泥水库的使用寿命 就要想办法对水库的泥沙进行清淤 用调水调沙的办法 将水库淤积的泥沙送到大海里去 2005年6月 小浪泥水库喷出了几条浑黄的泥沦 以每秒1500立方米的流量 把淤积在水库下六七十米深的泥沙 痛快淋漓地宣泄了出来 同一时刻 排沙洞上方的泥流洞也打开扎门 顷刻间水雾蒸腾泥沙巨下 据统计 截止到2010年底 小浪泥水库调水调沙 共计十二次 冲刷下游河道淤积的泥沙累计4.04亿吨 黄河粗沙的脾气一向是桀骜不去 这种脾气曾经给沿河的人们带去了很多的灾难 经过科研人员多年不懈的努力 人们逐渐掌握了粗杀的规律 并且也找到了很多治理粗杀的措施和方法 如今人类已经用自己的智慧将黄河泥沙的威胁降到了最低 但是这事情都不是绝对 即使是曾经给人们带来很多痛苦的黄河泥沙 也不是只有危害没有好处 很多时候 这黄河的泥沙也在造福人类 在整个黄河流域 黄河泥沙冲击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平原 给沿河人民创造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黄河裹挟着这些半路进入他体内的泥沙滚滚向东 而后经甘肃出黑山峡 孕育出了他的第一大冲击平原 宁夏平原 从宁夏平原腰间穿过的黄河 进入内蒙古地区后 到托克托的河口镇结束了他的上游流程 进入中游 然后掉头南向 沿浸陕峡谷穿越黄土高原东部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马蹄形转弯 核桃平原由此得名 核桃平原是非常富属的地方 黄河百害为辅一套 所以就是这个 为什么富属呢 由于黄河在这里流进 用黄河水来灌盖两边的农田 如果没有黄河水 这个地方是很荒凉的 黄河水一灌灌了以后 这里宁川称为塞上江南 对不对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黄河东出禁域大峡谷 在中下游河段 形成了辽阔的黄淮海大平原 又称华北大平原 为什么叫黄外篇呢 黄河 淮河 海河 指华北平原上面的三条 最大的河流 华北平原之所以形成 跟这个三条河流 有密切的关系 其中黄河也是第一位的 为什么这么讲 黄河的泥沙不断的带来 不是现在才带来 从地质历史上 几十万年以前 就开始在 这个过程就已经开始了 你想几十万年 甚至上百万年的 不断地从黄头高原 上面下来的泥沙 通过黄河流到下面来堆积起来 这样才形成一个华北平原 当然海河 淮河也由泥沙带过来 但是它的泥沙是没那么多的 所以黄河功劳是低的 这几幅不同时期拍摄的卫星图 清晰地显示出了 现代黄河三角洲 将域不断延展的器官 每年黄河将黄土高原 十多亿吨的泥沙 裹挟到这里 在河海交汇处 形成这气势壮观的 填海造陆运动 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 从这里向大海延伸 今天在黄河正常流量的年份 陆地仍然以每年向大海延伸2.2公里 年平均造陆32.4平方公里 每天渔出一个足球场面积的速度 向大海推进 每年都往外扩张 所以有人也预计 是到了多少万年以后 不海可能给填平了 这也是可能的 因为历史上你看 从黎大院到现在 不就一千多年吗 一百三十多个弧度填平了 就剩了一个 这预计并非空穴来风 即一百多年的历史 黄河已日复一日地 在入海口造就了 六千平方公里的平原 这在整个世界的 大江大河三角洲造地史上 都是首居一指的 而这一奇迹的创造者 就是随和而来的泥沙 现在 在黄河的入海口 黄河泥沙冲击出大片的新余地 造就了近现代的黄河三角洲 三角洲内人口 近一百八十万的东营市 拥有总面积一千二百万亩的土地 人均占有土地近七亩 数倍于山东省的平均水平 十数倍于长江 诸江三角洲 如今 这新生的土地 依然处在增长之中 其实黄河泥沙的功劳 不仅仅在于 缔造了新生的土地 在黄河三角洲 如果缺少泥沙的及时补充 就会形成海事现象 也就是大海将陆地推进 从而造成土地流失 雕口流露 是黄河1976年以前的入海口 由于黄河的改道 这里失去了泥沙的补充 大海对海岸的布式作用占了上风 在海洞里的作用下 从1981年到1991年的十年前 这里损失土地面积达202平方公里 大片已形成植被的林带和湿地 再次没入海水 或变成盐碱地 有人曾这样形容 黄土高原上纵横交错的沟河 是母亲身上一道道带血的伤痕 这话不无道理 因为在水土流失的作用下 随和流到入海口的泥沙 都是经过改造的熟土 土壤中的腐植质含量较高 加上结构比较疏松 并含有大量的氮、磷、钾等有机肥 非常适合与植物生长 据说在黄河入海口的渤海湾 鱼虾特别丰富肥美 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黄河泥沙带来了大量的有机制 掌握了黄河的规律 了解了它的特性 我们就能够科学的规避黄河泥沙 给人类带来的不利影响 使生活在两岸的人民更加幸福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沿江奔流 烈焰冲天 这里是生命的禁地 熊熊地火生生不息 火山塑造地球的沧桑熔岩 考验人类的智慧勇气 跟随智勇双全的火山专家 体验自然的雄起 探寻火山的秘密 地理中国系列节目 火山的奥秘 明天同一时间尽请关注